嗨 大家好 我是雅森公会的下晚期来自湖南长得 语音米之相 身高是16年 起注是16年 乘以2除以3 三维是362236 当然这个三维嘛 这个是假的 但是 但是 你可以想象一下 我的三维就是362236 哎呀 话说我有个兄弟啊 就是秦天 这个哥们儿在读书的时候啊 特别喜欢一个女生 终于有一次他手捧着喧哗 丧着全班的面 对这个女生表白了 然后这个女生非常害羞嘛 然后就问他 嗯 秦天 你喜欢我什么呀 秦天这个哥们儿太实诚了 不是一般的实诚 特别实诚 然后秦天就说 嗯 虽然你不怎么漂亮 脾气不怎么好 成绩也不怎么优秀 在学校外也不怎么亲眼 甚至算是一个中下等的女生 但是 我一看到你的时候 就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我想 这就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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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等着秦天说完 语声咆哮着说 就是你瞎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你说秦天兄弟啊 你说你在对一个女生表白的时候 你能这样吗 你能这样表白吗 你也太实诚了 你得赞美人家女生 知道不 你说你看你这么美 这么漂亮 你看你啊 纽约完美 大眼睛 双眼皮儿高皮娘 一桃小口瓜子年 天上找不到一对地下 找不到有一双 赛果西施 气死貂产 你这样赞美人家语声 人家能不答应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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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秦天啊 你得跟着我走 跟着我学一下 不然的话 老惨 老惨了 哎呀啊 终于我们那个秦天啊 在我那个 英明的指导之下 到最后啊 终于找到女朋友 终于结婚了 然后呢 结婚了嘛 对不对 男人嘛 都是这样 总有出轨的时候 哎 由于老婆有一段时间不在身边啊 秦天啊 出去寂寞就出轨了 出轨就出轨吧 还被他老婆给发现了 他老婆发现了之后啊 就对他说 秦天 你如果敢跟我离婚 娶那个年轻的妖精的话 我告诉你 我就嫁给他爹 从此以后 儿子管你叫姐夫 你得喊我叫妈 哈哈哈哈哈哈 啊 秦天是当场的晕倒 从此以后规规矩矩 再也没经受过秦天出轨的事儿了 哎呀 这老婆还真狠的 真是一物想一物 哎呀 话说 这秦天挣了一点钱嘛 怎么花呢 多的都没地方花了 都不知道怎么花 现在牛心枕容嘛 然后他老婆心思上 哎呀 哎呀哎呀 我去那个 要不整整呗 变漂亮一点呗 是吧 然后呢 就拿了钱让老婆出去枕容 数天之后呢 老婆就变成了一个美女回家 一开门 秦天满你疑惑 他说 秦天在想 这是谁呀 这是谁呀 心里还在想呢 怎么 不认识我啦 秦天啊 就是一嫩身 秦天在想 这是谁 哎呀 既然他这样说 肯定是认识我 肯定是说 哎呀 一看这小脸蛋 这么漂亮 哎呀 虽然一嫩身啊 但是秦天心里啊 还是非常之喜的 特别高兴 知道吧 然后对那个美女说 对自己老婆说 快进来 快进来 我老婆不在家 哎呀 我想此处应该是3580个字了 后果是怎样的 我想房间们的兄弟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好了 我是夏婉琪 今天的脱口秀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